相亲可以遇到真爱吗 大年夜的晚上 男友发来信息向他提出了分手 男友说从来没有想过和他结婚 也祝愿他能遇到更好的 饭桌上家里的亲戚得知后 纷纷要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亲戚们问他的要求 但从来没有想过亲的小珍有些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如何描述他对另一半的要求 他本来有点想抗拒相亲 但母亲的三言两语让他选择了顺从 你已经27岁了 难道要重新找对象 重新慢慢了解 再慢慢等对方向你求婚吗 你还有几年时间可以等呢 你有把握在可以生育的年纪内结婚吗 第一个相亲对象是母亲介绍的医生 虽然对方工作光鲜 但似乎有点木讷 一起散步时小珍一直在等医生挑起话题 但拘谨的医生只知道东张西望 不知道如何开口 两个人一路无话走了十几分钟 终于在医生自顾自拍风景照时 小珍主动挑起了话题 第二个相亲对象是二姐介绍的职场精英 对方看起来一表人才 但是在聊音乐时 小珍还是感觉到对方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油腻味道 小珍从美甲试口中得知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在相亲软件上找结婚对象 在软件上每个人会给自己明码标价 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收入情况写清楚 如果双方觉得门当户对条件合适 就可以约出来见面 现在大家都这么忙 这种方式最简单也最高效 小珍有些难以理解 明明是以爱为基础的婚姻 为什么会变成一场看起来像交易的相处模式呢 既然小珍不在意是否门当户对 没假释顺势给小珍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相亲的地点是一个人生嘈杂的居酒屋 对方是一个市井气味十足的青年 吃饭时对方会不征求小珍的意见给他点啤酒 也会因为菜量少和服务员争吵 饭店里混杂着烟味和酒味 小珍受不了这气味去了洗手间 但看到那泛黄的马桶后 小珍像逃命一样离开了居酒屋 第四个相亲对象是大姐夫介绍的公司同事 约会地点是一家清雅的餐厅 对方是一个名叫新一郎的青年 谈吐大方举止也得体 新一郎会询问他想喝什么 也会坦白说自己很紧张 新一郎说自己和下雨有不解的缘分 因为每逢人生重要的日子都会下雨 面前的新一郎散发着忧郁的气质 小珍心里的好感渐渐升起 在离开前小珍鼓起勇气问新一郎 如果相亲的目的是找一个自己不讨厌的人结婚 那么此时小珍只觉得自己幸运 因为她遇到了一个自己稍微有些喜欢的人 在之后的日子里小珍和新一郎开始约会 小珍会把新一郎的照片给闺蜜看 和闺蜜易子分享她和新一郎相处时的趣事 在小珍的闺蜜圈里 唯独她和易子还没有结婚 他们都是富家子女 虽然谈不上是权贵之家 但至少不用为后半生的温饱而发愁 所以在闺蜜聚会时 他们会一起谈论旅行 谈论音乐和艺术 也会谈论如何相夫教子 易子是一个小提琴家 她有自己的事业可以打拼 所以即使她没有结婚 家人也从来不会逼她 但小珍和易子不同 她是在家庭温室环境里长大的乖乖女 她没有自己的事业 念完书后也只能在自己家的医院里工作 她的生活依赖着家人 所以她需要完成家人们对她的期望 时间慢慢过去 小珍和新一郎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在这天晚上 新一郎拿出钻戒向小珍求婚了 当钻戒被带上的那一刻 小珍只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伴一生的人 但就在当晚的深夜 小珍无意间看到了新一郎的手机锁屏页面 上面是一条暧昧的信息 发信息的人是一个叫美姬的女人 她在社交网络上搜索这个名字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看起来比她更阳光的漂亮女人 或许是考虑到再也找不到新一郎这么好的试婚对象 小珍没有打算追究这个女人的来历 但人生总有很多巧合 闺蜜易子遇到了那个叫美姬的女人 易子在一次晚会上演奏小提琴 台下的新一郎和美姬结伴听着 看得出来美姬很喜欢易子的演奏 在演奏结束后美姬主动找易子交换名片 新一郎和美姬的互动很轻易 这一切都被易子看在眼里 新一郎不认识易子 但易子却知道新一郎是小珍的未婚妇 在第二天 易子就约了美姬和小珍见面 事情没有朝着原配抓小三的方向发展 小珍和易子并没有为难美姬 只是告诉了他新一郎已经订婚的事情 美姬解释说他没有和新一郎在交往 他们是大学时期的同学 他们在三年前再次相遇 之后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小珍只和新一郎认识了半年 想着或许美姬更了解新一郎 所以他问美姬 新一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很奇怪 即使和新一郎相处了那么久 美姬也不能确切地说出新一郎是什么样的人 美姬只能说他是一个不会让人讨厌的人 是一个外人看不透内心的人 谈话的最后 美姬对小珍承诺他以后不会再和新一郎联系 也给新一郎发了不再来往的短信 之后没过多久 新一郎带着小珍去见他的家人 新一郎家是显赫 他的爷爷是有名的富商 他们会盘问小珍的家庭情况 会再三确认小珍是不是家里产业的继承人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新一郎的爷爷准许他们继续交往 小珍最终和新一郎结婚了 婚礼的地点是新一郎家族的豪华别墅 与其说是一场婚礼 其实这更像是一场社交仪式 而穿着婚纱的小珍更像是完成这场仪式的工具人 拍完结婚纪念照后 小珍仿佛失去了价值 他的丈夫忙着和来宾交谈 周围的客人熙熙攘攘 这是他的婚礼 但婚礼上的一切都似乎与他无关 结婚后小珍变成了家庭主妇 除了早上送丈夫上班时会忙一点之外 其他的时间几乎没有事情可以做 即使和闺蜜一起聚会 闺蜜们的话题都是生孩子和养孩子 还没有怀孕的他完全插不上话 丈夫每天在外面打拼事业 他独自待在家里 价虽然很大 但似乎所有东西都不属于自己 朋友圈里有丈夫为从政而奔波的照片 丈夫在外面卖力地拉选票 也有闺蜜一直演奏的照片 闺蜜正在德国开音乐会 他有想过重新出去工作 也有拜托大姐夫帮他介绍上班的地方 但大姐夫却劝他 当务之急事先认认真真被孕 每天晚上 劳累一天的新一郎会坐在阳台上放松 小珍知道丈夫的辛苦 也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一帮丈夫 他想听丈夫的倾诉 想听丈夫的梦想和兴趣 想了很久后 新一郎对他说了实话 他的工作 他的婚姻 既不是他的梦想 也不是他对自己的期望 他只是按照家人的要求活下去而已 他按部就班的长大 按部就班的上学 然后按部就班的工作 这几十年里他没有遇到过真正喜欢的人 也没有自己执着的梦想 他知道自己为别人的期望而活 但他走不出这个泥潭 富贵大家族带给了他优渥的生活 也给他带来了无法摆脱的枷锁 别人看不透他是什么样的人 并不是他善于隐藏 仅仅只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特点而已 这一次谈话让小珍明白 其实新一郎并不爱自己 但他不恨新一郎 因为恍惚间他能感觉到他们是同一类人 在这天他在街上遇到了美济 他顾不上唐突匆忙叫住了对方 来到美济的家里 这个家很小但看起来很温馨 在美济家的阳台上 他看到了东京的夜色 这是他从没见过的东京的另一面 在和美济聊天时 他知道了美济的过去 和小珍不同 美济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他家里有一栋破旧的老房子 父亲做着收入微薄的工作 家里还有一个无业的弟弟 他努力考上了全国知名的清英大学 但两年后母亲打电话过来让他退学 因为父亲失业了 家里没办法担负他的学费 退学后他开始在酒吧打工 也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来酒吧应酬的新一郎 在读书时 新一郎曾找他借过一次笔记 也就是那一面之缘 让他们现在有话可聊 之后他和新一郎有了情侣之时 但没有情侣之名 他也有一个闺蜜 不过闺蜜和他一样也来自农村 他们在东京这座大城市抱团取暖 一起为生计打拼 或许对他们这样的底层人士而言 成为东京的养料就是最后的宿命 从新一郎身边离开后 美济决定和闺蜜一起创业 虽然每个人的出身不同 但至少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 自己想要的生活 美济这句话是说给自己的 但小珍也听进了心里 这天他独自一个人 在东京街头走了很久 他一时想不起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也发现自己也没那么爱心一郎 也不知道自己要走去哪里 直到在一座大桥上 他看到美济和闺蜜 正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 那一刻小珍心里觉得 他们为了梦想而拼搏的样子 真的好美 美济和闺蜜也发现了他 他们朝小珍挥手 本来小珍只是很拘束的 微微挥手致意 但看到对面两人 用力地摆动着双手 他挥手的幅度 也不自觉地大了起来 回到家时 他看到丈夫累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轻轻给丈夫盖上毛毯 这时丈夫刚好醒了 他尝试着问起 那部电影你看了吗 就是我们第一次 见面时说过的 你一直想看的那部电影 但丈夫却问 你说的电影到底是哪一部 最终 小珍决定和新一郎离婚 离婚时 新一郎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情感波动 和新一郎相比 新一郎的家人明显很生气 一年后 小珍成为了易子的经纪人 他虽然不确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但此时他明显地感觉到 他离找到目标的日子不远了 易子要在一家亲子乐园开演奏会 小珍在这里遇到了新一郎 因为这里也是选区 新一郎要到这里拉选票 他们已不再是夫妻 突然相遇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 演奏会开始后 琴声缓缓升起 小珍忽然望向了对面的新一郎 恰好新一郎也抬头看向了他 两个人就这样相互对望了很久 新一郎看到了小珍眼中的释怀 小珍依旧从新一郎眼里 看不到什么情感 或许里面有羡慕 亦或是其他的什么 相亲可以遇到真爱吗 我不能给出答案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无论是出身穷苦还是富贵 在找寻另一半的旅途中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平等的幸运或者不幸 幸运的人 或许会遇到一个爱自己的人 更幸运的人 或许会遇到一个爱自己 并且自己也爱的人 但更多的人会像小珍和新一郎一样 遇到一个自己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 他们相互之间谈不上有多爱对方 组成家庭只为完成他人的期望 很多时候你我会期待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曾和你共同经历过恋爱的甜蜜 经历过争吵和赌气 经历过生活的哭笑不得 经历过一起为未来拼搏的共患难 这个人看似唾手可得 但其实是那么遥不可及 因为这个人不知道在将来的多远才会出现 因为这个人或许永远不会出现